黑龙江现在温度晚上能达到快零下二十度,冻水果都纷纷出冻了,冻过三大杠靶子,依旧领衔,冻狮子,冻李,冻草莓,除了这仨,还有冻黄桃,冻海棠果等,不化开的话,这就是一个个的圆形炮弹,绝对可以防身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今天要说的是东北有一类人,牙胚好,他们的牙齿出类拔萃,一般的食物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征服欲,所以他们非常喜欢看冻食尔,图片来自东方IC,看冻食尔的人不占少数,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有几样,冻豆包,冻狮子,冻梨,冻草莓,冻黄桃,应该叫一切熟的能吃的冰陀佛食物,比如我二姨父, 他的心头好吃肯冻豆包,写到这儿,我牙根而易酸,图片来自东方IC,他把冻豆包黏得不黏得都可以,从仓房拿进屋,在室温下,冻豆包很快周围冒起了鲜细尔,他昂武就是一口,因为太结实,只刮掉了一层白沙,就这么一层一层的爆花吃,越吃豆包越软,他吃得就越快,直到最后一口图片来自东方IC, 冻果也是如法炮制,一样的吃法,总之,那生猛的东北特色吃播表演,每次都能引来阵阵则则则则生,围观的家人全部不自觉地掩着塞帮子的酸水,替他的牙打冷战,图片来自东方IC, 我弟弟,专吃冻柿子,蹲在炉坑旁边边烤火,边啃为最佳,他说一层一层啃着吃,格外的甜,而且非常有征服感,尤其吃完后,整个嘴巴姿和手都动目了,特别结束,分外过瘾,图片来自东方IC,有一回我和弟弟去采购年货,有个卖冻果的人,说, 这个洞里是新品种,如何如何甜,不甜不要钱,弟弟上去就啃了两口,其实根本不甜,卖货的是个大忽悠,大忽悠紧忙把半袋子里递给我说,不甜,那不要钱了,童牙撇齿小哥您走好,图片来自东方IC,来,我们欣赏一下刚刚从屋外拿进来的洞里,一身洁白的双星,微微冒着起,拿起再放,刚刚只想嘎崩萃, 就这样一副尊荣,你吓得去嘴啃吗?身边有没有啃冻足?图片来自东方IC